各位同学大家好,上一节课我们已经把人脸识别程序给运行起来了, 那么这节课咱们就可以回到加瓦项目上,继续完成人脸迁道模块的开发。 只有我们先把后端项目的DL、Service和Controller程序给写完, 我们才可以去写小程序上的代码。 那么这节课咱们就先从后端的持久层开始写程序吧。 我现在切换到手册文档上面了, 这一集的视频对应手册里边的内容是第四章第十七小节。 既然说我们这节课是要写持久层的代码,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人脸迁道模块和这个持久层产生交互的地方是什么。 那么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这个新员工注册以后, 这个新员工想要考勤, 咱们应该记录一下这个员工的人脸模型数据, 将来这个员工考勤的时候, 咱们拿着这个员工的人脸模型数据和他提交的这个签到的照片进行比较, 核实一下这个签到照片里边的人是不是咱们公司的这个员工本人。 好了,那咱们来看一下我要写的这个语句呢是音字的语句, 往这个TB Face Model数据表里边保存一下人脸模型数据。 这个人脸模型数据是要咱们Python人脸识别程序的那个web接口而获得的一个这个字不串数据。 各位同学不要认为人脸模型数据搞得很复杂, 其实啊就是一个很长的字不串而已, 那它是通过这个算法提取的人脸模型, 然后变成一个字不串。 那么咱们得到这个字不串以后呢, 把它保存到这个数据表里边就行了。 那么这个数据表里边的字段也并不多, 主件的是自动生成的, 所以呢不需要添加主件值。 那么另外的这个字段呢, 比如说User ID, 这个呢记录的是用户的ID, 因为你这个人脸模型到底属于哪个用户, 咱们必须记录下来,对吧? Face Model这个字段呢保存的就是人脸模型的数据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我们要写的第一个SQL语句是Insert语句, 那么有了人脸模型数据以后呢, 用户再进行拍照签到, 那么咱们是不是要根据这个User ID, 把这个用户的人脸模型数据给提取出来啊, 因为将来咱们进行判定的时候, 需要用到这个人脸模型数据, 那在这儿呢我还要写一个SQL语句, 这个SQL语句呢是一个查询语句, 那么如果这个人脸模型数据我不想要了的话, 能不能删除呢? 当然是可以的, 所以各位同学请看, 下面呢我写了一个Delete语句, 那么是根据User ID找到这个人脸模型数据, 然后把这个人脸模型数据给删除掉,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写了三个SQL语句以后, 我们DEO接口里边肯定是要定义三个抽象的方法, 所以各位同学咱们去找一下这个DEO接口, 在这个DEO接口里边呢, 咱们去声明一下三个抽象的方法, 那么这三个抽象方法跟上面的三个SQL语句啊, 是一对应的, 这个没什么可解释的, 对吧? 好了同学们, 下面呢我们就切换到Ideal工具上面, 咱们把这些代码给实现一下吧, 我现在切换到Ideal工具上面了, 既然说我们要写的持久层代码, 跟这个TB FaceModel数据表有关, 那么跟这个数据表有关的持久层文件, 各位同学你是不是也要删除一下啊, 然后利用MyBetis插件的重新生成一下相关的文件, 那么好在呢我提前已经把这个步骤给做了, 那么同学们你把这个步骤给做一下吧,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直接去写一下SQL语句了, 在这儿呢找到Resources, 我们去找一下它对应的XML文件, 对就是这个XML文件, 我把文件打开以后呢, 咱们到里边去写三个SQL语句, 那么在这儿呢我先把这个Select语句给写一下, 这个Select语句呢比较的简单, 比如说Select, 然后呢是From, 从哪张表去查询数据呢是TB FaceModel, 好了这是从这个数据表里边查询数据, 这里返回的字段呢是FaceModel, OK这个也没有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我还要去给它加上一个Wil子句, 在这儿呢这个Wil子句的条件啊就是UserID, 好我把这个条件呢给写一下, 那么通过这个参数的方式, 我来把UserID给引入过来,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这个SQL语句啊起一个ID, 比如说呢它的这个ID叫SearchFaceModel, 我把这个ID呢给写一下, Search然后是FaceModel, OK没有问题, 那么它传入的参数呢是Int类型的, 所以ParameterType这块呢是Int, 那么接下来返回的结果是什么类型的呢, 这个返回的人脸数据模型的类型啊是自乎串, 所以在这儿呢规定是String就行了, 这样子我们把一个查询语句呢就写出来了, 接下来呢我们去写一下另外的一个语句, 这个语句呢是Insert语句, 好这个ID呢比如说就叫做Insert吧, 那么传入的参数类型咱们规定一下, ParameterType吧, 在这儿呢咱们传入一下Pojo对象就行了, 那咱们在这儿把那个Pojo对象给引用过来, COME点一个Sample, 然后是Emouse, 接下来呢是微信, 再往下呢是DB, 对, 然后接下来进入到Pojo这个包里边, 映射类的名字叫做TBFaceModel,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把这个Insert语句给写一下, 这个语句呢也并不复杂, Insert它Into, 然后我们是要往TBFaceModel数据表里边插入数据嘛, 对吧, 比如说呢在这儿我去设置一下UserID字段的值, 那么我把参数给引入过来, 这块是UserID,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插入的第二个字段的数据呢, 我也写一下, 这个呢是FaceModel, 它的这个值呢我也是引一下参数, 这块呢是FaceModel, OK, 我现在把这个Insert语句已经写完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是写下一个SQL语句, 这个SQL语句呢是Delete语句, 好嘞, 那么咱们把SQL语句写一下吧, 比如说呢是DeleteFrom, 从哪张表删除数据呢上面已经有, 对吧, 我把这个数据表给拿过来, 删除什么样的数据呢, 我需要用Wil语句来规定一下, 比如说呢咱们传入的参数呢是UserID, 对, 就是拿UserID啊作为条件去删除一下人脸模型的数据, 那么接下来我给这个SQL语句呢起一个ID, 比如说呢就叫做DeleteFaceModel吧, 好, 把这个ID呢写一下, 那么传入的参数ParameterType, 类型是什么呢, 是IntOK, 这样子呢我现在就算是把三个SQL语句啊给声明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切换到DL上面, 我们去写三个抽象的方法, 咱们去找一下DL吧, 我们在这儿找到TBFaceModelDL, 好, 这个DL呢大家看好啊, 一定是有这个TryMapper注解了, 那么你新生成的这些持久层的文件, 特别是这个文件里边, 你一定要加TryMapper这个注解, 好, 我把这个抽象的方法给声明一下, 方法呢是公有的, 然后返回的类型呢是String, 因为我们是要查询人脸模型的数据嘛, 那么这个方法的名字就是这个SQL语句的ID, 我把这个ID呢拿过来, 然后参数呢咱们传入一下, 比如说是Int, 接下来呢是UserID, 那么我们去声明一下第二个抽象方法, 它也是公有的, 因为是插入数据嘛, 所以在这儿就不返回数据了, 那么咱们在这儿写的这个函数的名字叫做Incert, 那么传入的数据呢是一个Poge对象, 在这儿我写一下是TBFaceModel, 最后呢我们去声明一下删除语句对应的那个抽象方法, 这个抽象方法跟这个SQL语句的ID是对应的, 那在这儿呢我是返回的类型为Int, 因为删除了几条记录, 咱们是要返回的对吧, 这个方法的名字叫做DeleteFaceModel, 传入的参数呢是Intel类型的UserID, 好了, 那么三个抽象方法已经写完了, 来吧各位同学, 你把这些代码给写一下吧, 我现在呢又切回到手册文档上面了, 咱们这个签到模块跟持久层发生关系的另外的一个地方, 就是要保存一下签到记录嘛, 所以说我必须要写一个Insert语句, 往这个签到记录表里边保存一下签到的数据, 那么既然说我要去写入数据, 咱们去看一下这个数据表的字段吧, 因为这个数据表的字段有一些字段呢是允许有空值的, 所以呢我写这个Insert语句的时候, 我就用一幅标材啊去判定一下, 传入的参数不为空的情况下, 我把这样的参数的数据呢是写到Insert语句里边, 给某一个字段进行复值对吧, 如果说你这个传入的参数为空, 那我就没必要说把这样的这个参数写到这个SQL语句里边, 为这个字段去复值了, 我这么说各位同学能理解这个一幅标材的用法了吧,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InsertInto语句的写法, 我现在呢是要向这张表里边插入数据, 那么因为主件呢是自增长的, 所以我不需要给主件值, 那我就给一下其他字段的值吧, 比如说UserID这个字段呢是B添的, 它不能为空, 所以呢咱们引用一下传入的参数,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整个这个Insert的标签啊, 它的这个参数是一个PoTro对象, 大家看一下, 所以在这呢我们是从这个PoTro对象里边, 取出来咱们要往数据表里边添加的记录, 所以各位同学咱们看, 比如说为UserID这个字段复值, 这个值呢就是从PoTro对象里边提取的, 那么接下来呢去看一下PoTro里边的Address这个变量, 它的值是不是为空, 如果不为空的话, 我把这个参数呢引用过来, 然后呢复值给Address这个字段, 那接下来呢同样的这个道理, 如果这个Country不为空的话, 咱们就往这个Country字段里边保存数据, 那么还有呢什么省份数据啊, 城市数据啊, 这些数据呢都是签到的时候咱们获得到的地址数据, 因为现在疫情的原因呢, 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签到表里边记录一下员工的签到地址, 如果将来的话这个新冠疫情过去了, 那么咱们就不需要往签到表里边记录员工的签到地址了, 所以这些跟地址有关系的字段呢是允许为空值的, 因此说呢我去判定一下, 那么传入的参数不为空, 那咱们就往这个字段里边保存数据就行了, 如果为空呢咱们就不需要往这个字段里边保存数据,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好了咱们来看吧, 再往下什么这个省份啊, 还有这个区域, 那么再往下呢就是这个签到的结果, 这个签到结果呢到底是正常签到还是迟到了还是矿工啊, 咱们是必须要记录下来的, 而且这个字段是不能为空的, 因此说这个status我就没有放上一幅标签了, 这个大家能听明白对吧, 那么再往下呢就是咱们所在地区的这个疫情风险等级, 这个呢是也做了一个判断, 不为空的话就往这个字段里边保存一下疫情等级数据, 还是那句话, 可能这个将来疫情过去以后, 咱们不需要往签到表里边再去记录一下这个地区的风险等级, 因此说呢这个字段的值是可以允许有空值的, 再有呢就是签到的日期, 还有这个签到的这个日期加时间, 这个也没啥可说的, 好了各位同学这是我要写的因字的语句, 那么这个因字的语句对应的DL抽象方法我们去看一下, 在这呢我们找到这个DL, 在里边写一下这个因字的方法, 传入的参数呢是一个po周对象, 各位同学那么整体来说这个代码也不难写, 好了我们切到IDL工具上面, 咱们把这个代码给写一下吧, 我现在呢切回到IDL工具上面了, 咱们去找一下对应的XML文件, 在里边写一下因字的语句, 那么同学们找到tbcheckin.do.xml文件, 把这个文件打开之后啊, 咱们到里边去写一下因字的语句, 在这呢我先写一个因字的标签, 然后接下来呢咱们把因字的语句给规定一下, 比如说在这儿是insert into, 然后我们往哪张表里边插入数据呢, 就是往这个tbcheckin数据表里边写入数据, 那么具体字段怎么去设置呢, 咱们去写一下, 比如说userID这个字段咱们是要Btn的, 那在这儿我就把这个参数的值呢给引入过来, 叫做userID, 那么再往下呢就是要插入另外的一个字段的数据, 这个字段叫做address, 那么在这儿我是写一个义符标签去判定一下, 那么参数是否传入了这样的数据, 我把这个表达式写一下, 比如说呢去判定一下参数里边的address不等于空的话, 那么咱们就给这个address字段呢去设置一下值, 好, 我去引用一下address这个参数, 好了, 这样子咱们就是写出来了, 对吧, 那么加上逗号, 像这样的义符标签呢我们还要写很多, 那我就是复制然后往下粘贴吧, 那么在这儿呢要写的这个字段呢就是country, 这个是记录一下咱们签到所在地址的国家是什么, 好, 那么在这儿呢我也是把它变成是country, OK, 这块引用一下country数据, 好嘞, 那么写完这个以后呢, 接下来还有一幅标签需要我们写的, 那我就是复制粘贴, 下一个呢判断的是province, 在这儿呢我写一下province, 这个位置也是province, 在这儿呢是引一下province这个参数, 好了, 这样子就算是写完了, 那么下方呢还有这个一幅标签需要我们去写, 这个地方判断的是city, 这个也是city, 在这儿呢也是city, 好了, 这是一幅标签写完了, 接下来呢还有区域的那个一幅标签也需要我们写一下, 接下来呢是一个Btn的字段为status, 它的值呢咱们来引用一下status参数, 好嘞, 再往下呢又是一个一幅标签咯, 这个一幅标签里边的表达式呢是这么写的, 在这儿呢咱们也是给这个字段的复制, 引用一下参数, 这个都没问题, 最后呢咱们是设置两个Btn字段, 这个是date, 然后我们引用一下迁到的日期, 这块是date, 接下来呢就是迁到的日期和时间, 那就是create time, 这块呢引用一下参数, create time, 那么我们把这个inzert标签呢给补权一下, 这块呢它的ID啊就叫做inzert, 接下来呢咱们设置一下这个SQL语句传入数据的参数类型, 那么在这儿就是一个pojo的对象, 那么我们把这个包的路径咱们给它写一下, 看我们点一个example, 然后是emmouse, 接下来呢是微信, 然后是db, 接下来是pojo, 再往下呢是tbcheckin, 对, 我把这块呢它的这个类啊给引用过来, 好了, 这样子咱们这个inzert就写出来了, 接下来呢我们去写一下抽象的方法, 那么我们去找一下db, 然后找到do, 我们去找一下对应的do吧, 叫做tbcheckindo, 找到这个do之后呢, 咱们往里边去添加一下inzert的方法, 在这儿呢是public, 然后是void, 接下来呢是inzert, 然后呢咱们去传入一下参数, 就是tbcheckin, 对, 咱们传入一下这个签到的数据就行了, 好了, 各位同学, 这样呢咱们就算是把持久层的代码写完了, 那么这节课的任务呢也就算是完成了, 各位同学, 你把这些工作给实现一下吧,